第29题 已知某飞机起飞时必须达到每秒50公尺的速度才能起飞 若跑道只有2000公尺长 假设飞机起飞时做等加速度运动 其速度V时间T的关系如右图 请问此飞机由静止到起飞的过程中 其加速度至少要多少 飞机才可以顺利起飞 那么根据题目的要求 我们知道我们最后的从静止出发 我们最后的起飞的速度要每秒50公尺 我们不晓得要花多少时间 那么我们的VT图我们只会做两件事情 一个叫做直线球加速度 第二个叫面积球位移 他要问我加速度 所以我们加速度就是花多少时间有多大的速度改变 我们0秒的时候速度是0 我们T秒的时候速度要变成50 那么显然发现我们必须要知道T才能够算出A 那么怎么求T呢 那么VT图的两件事 一叫做直线球加速度 二叫做面积球位移 那么这个面积就是位移 他告诉我们跑道是2000公尺长 所以我们的位移呢 最多最多只能够有2000公尺 那么三角形的面积是底乘以高出于2 所以T乘以50除以2要会等于我们的2000公尺 所以50T呢要等于4000 所以T呢就等于80秒 所以呢我们的加速度呢就是80分之50 算出来呢就是0.625 所以呢第二个九题问我们说 其加速度至少要多少飞机才可以顺利起飞 我们答案选的是A0.625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